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汽车大厂丰田为了拼载智能车闯出一片天 铺天框让台湾代理商和泰汽车入股 中国大陆传统车厂长安自家无人车顶着闪亮银色外壳 从重庆一路到北京开了2000公里 身为经济指标的汽车产业 不论是台湾或是大陆的厂商 近几年受到景气暗淡冲击股价跌不停 财经专家谢金河在脸书上示警 手机汽车和房屋拉紧爆 全球经济三大支柱开始摇晃 近年很多中国汽车肋骨惨跌 像东盟汽车 仪器轿车 仪器夏利等 股价重者跌8到9成 轻者跌5到6成 灾情十分惨重 手机市场部分苹果供应链相关个股 股价也是惨栖息 房地产走了数十年多头 如今反转持续下探 美中贸易战的开打也冲击汽车和手机产业 再加上景气迟迟迟看不到纯燕来临 三大支柱的崩衰 危机遭遇发生 老谢所说的三大支柱到底是哪三大支柱 最近美国有一个周刊叫巴伦周刊 它是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它有三大支柱 第一个是手机 第二是汽车 第三个是房子 所以三大支柱如果开始游泳 就我们的三个刚才一样 游泳到第一时 我跟你说你的经济就开始盯动了 你现在三大支柱都溸泳 你游泳一大支没关系你知道吗 三大支柱都溸泳的时候 你这只鱼要再加一个 一定不加一个嘛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来讲 手机大家已经知道没有什么成长了 现在到底是什么 起车 好 我们说中国大支柱就好 中国大支柱为2008年 他到旧年2017年 他的起车 每年都升重 旧年中国大支柱买多少 买2,887万台 结果今年一到九月减多少 衰退13.2% 13.2% 你看这是中国大支柱车 今年以来的销售量 这这样扭起来 总得在这里收拾 流滑梯 这拿穿那流滑梯 然后有车塞下去收拾 这代表什么 没钱嘛 他毕竟是耐酒材 但是 他毕竟是一个消耗品 他不是一个买到的 起床的东西 你买到就是落地打巴做了 我们刚才说的 起车 线车车那些 你怎么跑的都没了料 意思就是说 真的你的整个家庭的支配里面 他已经摆到后面去了 不是摆在前面 所以巨车汽车肋骨的股价 也摔得迷迷茂茂 来 我们现在先来看 汽车旅客 河泰汽车落了多少 它最多 要到300元 现在落到差不多 200元到200元 这样也落33% 河泰汽车就是代理销售Toyota 对 Toyota 我们台湾第一名 对不对 台湾现在起司战第一名 包括家庭车 10台里面 九代九都是Toyota 主价也跌了三成多 你来看 就是说 既年大家说 哇 汽车要自动驾驶 所有的 我们过去 手机的所谓的镜头 现在不是 要自动驾驶 有环境镜头 要多少 要48个 所以香港有一间 叫顺旅光学 顺旅光学 有一阵子是 有一点点在跟我们大力光 那个涨幅在净标 在标车 顺旅光 这次落一个 真的有点厉害 最后一百七十五元 一百七十五元 现在那个 它没去 线多少 线六十二 一百七十五 落到线六十二元 落百一元 你看落多少 这个比较恐怖 那个已经腰斩都腰斩了 已经打四十六元 所以你就知道说 整个汽车 包括大量 大量很多汽车 包括它的什么吉利汽车 它的长城汽车 它的长安汽车 你知道最后落多少 落八十 股价吗 股价落八十 如果是比较普通的 越小的就越久 最后也要五十六千的汽车 所以汽车这个条已经滴滴滴滴滴滴滴了 所以三根柱子 有一根柱子是汽车产业 对 再来 就是房子嘛 房地产是第二根柱子 房地产 先来看美国 因为美国两千块钱是次贷风暴 次贷风暴之后 整个应该等头都等头了 银行应该打 打呆也都打完了 开始就有够大家在买房 什么人去买 中国人去买 中国人一个月而已 整个美国房地产有够 连综合 从那整个押起来 押起来 最近你看美国的房地产的ETF 落多少 落25% 美国 美国 落25% 因为最近美国和中国 在中美的贸易战争 中国人不敢去买 现在流流又要给你扣押 流流又要给你资产 资产 那些资产都是欲人的资产 都是欲资 不然就有问题 不能见光的 对嘛 所以现在整个落25% 落25%落到地 我跟你说 美国最来行的 因为我2000块钱 我就设到次贷风暴 每天我就知道 扣押到地产一定会扣押 他现在 我给你 夾你那个大陆的房地产 让你扣押一个 像当初日本 日本那个时候 是怎样的房地产 当年漏出什么 因为当年的地产 起到无天无量 当年的地产 买到可以把美国买起来 怕死啦 但是现在 大陆的 北上 广深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这四个三次的土地都要买完 可以把美国买起来 所以就表示 大陆的房价涨太多了 对 已经到泡沫了 但这个泡沫 我们真的有一个在说 最近大陆是不是一直在防盗啊 很多人北上抗议 是啊 因为现在 防盗是 上防 防盗现在就说 我 你管上 我全国会给你买 一边给你买一百万 你竟然你现在买的 阿伟你买七十万 大七折 你要败花 没问题 之前是上防 现在是在全中国大陆 各地遍地开花了 到处都在防盗 我先到你的总部 先到你的预售屋 先到那边去闹 闹不成的话 我就跟政府单位去闹 这叫防闹 这个防闹一闹起来以后 以前都没问题 防治在上涨的时候都没问题 我现在这一直挑你的毛病 你这本来那个预售屋要讲的 那些条件没有做 你本来是精装屋 现在怎么那边也没有 这边也没有 防污也漏水 然后哪边也没有做好 然后品牌也不好 这样滴滴的 滴滴的 滴滴的 你看那万科蹲不掉 你看那万科蹲不掉 万科蹲不掉 他说这样好 因为他在有一个地方 他说 我这个是有温泉的 但那温泉 没有到你的那个家里面 结果就开始防闹 防闹 他说这样好 我这样 一磕杯你二十万 risk 一磕杯一百万 負責到現在大家說萬科因為怕黃鬧 所以每一戶賠一百萬 我也要愛 萬科說不是喔不是喔 那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運贊沒跟你們家的那一倍而已 你當初不是買運贊的那跟那無關 但是萬科近年的秋季的員工大會 竟然一堆很大特別 沒什麼生意活下去 連萬科也要活下去 他會活不下去嗎 當然啦 過去 只要你們這裡的銷售人員你賣戶對不對 現在全員總動員 所有的包括你裡面 我們裡面做會計 你也要去賣家 大家都要公司要活下去 公司活下去 你才可能活下去啊 結果有人說萬科這次在那個金酒飲食 打得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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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在蝦門 蝦門有個別墅一棟一棟 五百萬的人民票 一聲多少 二七八到二九八 哇 這大事大條 二七八五五折 二九八六折 這個是家的 不是家耶 是啊 萬科才會說 不是 不是 我會說不是 那五百萬的是精裝屋 現在二七八到二九八是毛配屋 但是你不管怎麼改稅 反正全國要五百萬 全國要五百萬 全國要換我 我要298萬 這兩個中間就太...問題了 你不夠錢 我也要去防鬧啊 對啊 你也要防鬧啊 現在大家都防鬧 事情就出事情了 所以說我們全國有說 它所有的防地產的庫存 現在是四百三十條的人民票 四百三十條就是 大陸 中國大陸 GDP 五年的GDP 到底現在純屋純多少 你知道嗎 三億坪 它所有的餘屋三億坪 我剛才算多一千萬戶 一千萬戶 一千萬戶還沒出去了 你說這個不要那麼多 所以時間會影響到我們台灣嗎 當然了 我們台灣在過去 2015年跟2018年 我們台灣有二十三坪去登陸 說 喔 大陸要幫助 我們後來我也要幫助 我也要去 我結果有一個其中四 二十三坪 判錢的幾坪你知道嗎 不夠三分錢 了錢的都回來十七坪 了最多的國賤 國賤了多少 了二十... 那個二十億 其他後了五億 國賤了 國賤是國泰建設 國泰建設 然後二十億 二十億是最少的 台票二十億 請再說一下就二十億 二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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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們台灣好解釋 因為那個二千五十五年 我們島主新台票 二百七十九... 二百七十九萬 是 現在要一百九十三萬 所以有錢都慢慢撤回來 因為看不透理 你知道嗎 這樣還是回來撤退台灣 比較安全 其實這三根柱子呢 就是三個泡泡 這三個泡泡現在已經越吹越大 到底 哪一個泡泡會先破呢 很多人在看 有兩根針 有可能刺破泡 一根是中美貿易大戰這根針 另一根針呢 則是人民幣 到底哪根針會先刺破哪一個泡泡 大家要注意 哪個泡泡 在唯一 我可以說